中共高层人心惶惶,贸易战会被打回30年前,8月1日川普总统指示,对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有10%提高到25%美智库学者,表示中国政府高层现在已经人心惶惶但仍旧嘴硬。 美媒文章说,贸易战的最后阶段,可能是重置供应链,以支持美国制造业。有大陆学者认为,贸易战的结果是中共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。 要回到20年前,40年前港媒7月30日的报道证实了供应链重置的观点,由大亨郭贺年家族控制的家里物流公司的中国业务正在减少,而东南亚业务在增多美国贸易代表莱希尔。 8月1日宣布在美国总统川普指示之下,原本美国对中国2000亿进口商品课征10%,关税的决定将提高到25%商品。 清单在7月10日,已经公布,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。 周一7月30日在美国商会演说时曾说,美中贸易战向减肥在美国经济体制好的时候进行美体承受力较高,种种指标显示美国经济强劲。 他有信心会谈出比过去更好的协定。 时事评论员田园博士认为虽然川普不像里根总统,是一个意识形态优先的总统,但是川普知道美国的不断输血,才让大了中共这个怪胎。 因此贸易战等于切断了给中共攻血,的期待中共会不攻自败独立经济学者,美国高地智库研究员行为评认,为白宫再次加码,势必会加剧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困境。 这个应该是超出中国政府的估计之外了,不论是对美国的外贸出口还是外资的撤退,还是中国国内企业的倒闭,失业的情况都有一个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。 中国政府高层虽然现在已经人心惶惶,但对外一致的强硬口径不会动摇,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,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,重申美方的施压和讹诈不会起作用。 如果美方采取进一步升级的举动,中方必然会予以反制,我们会坚决维护我们的正当合法权益赞助商。 链接赞助商,链接据英国金融时报,报道中国精英们认为川普是40多年以来首位在贸易、军事和意识形态。 三条战线尚同时打击中国的美国总统,福布斯7月31日提为贸易战更新。 美国指导中国的致命弱点,的文章,指中共施行的是出口导向行经济。 美中贸易战指导中共弱点美国制造商离开中国大陆,以引起中共恐慌。 文章说,贸易战的最后阶段可能是重置供应链,以支持美国制造业迫使中共开放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文章。 还指中共实施的是出口导向行经济。川普政府指导中共弱点,北京也已觉察到越来越多,的美国制造商都离开了中国大陆。 同时一些批评北京贸易战对策的中国智库,被审查其中贴责经济研究所在北京的办,公示7月初被封港媒南华早报。 7月30日的报道,证实了上述观点南华早报,报道趁由郭贺年家族控制的家里物流公司,Carrie Logistics Network在中美两国贸易战下作响于人之力。 因为它的不少客户为了避免受到贸易战榴弹所伤,纷纷将生产线从中国大陆搬到海外。 包括马来西亚北部的槟城赞助商,链接赞助商链接马荣街说,目前正在进行的生产线基地,大班家将为马来西亚、越南、年甸和老挝在今年下半年带来贸易增长。 而这个趋势将维持多年马荣街称,这是对全球生产基地的重新分配。 他说,我们在中国的生意或许会受到一点影响,但亚洲其他地方的生意却正在上升。 21世纪生死新经济,中国政府成本世界最高,等书的作者龚胜利近日曾分析,如果中美贸易顺差减到1000亿美金之内,那川普的目标就达到了中国。 中国中共在国际上也就没有话语权了,中共就没能力再去非洲投资2000亿美金,英国投资600亿美金简单来说,没有过去40年这种美元滚滚而来的顺差了。 中共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就要回到20年前,40年前阿波罗网林意综合报道。